在那個大廈 有很多沙子 石頭 我用這個眼巴模擬路況 我相信瓜把號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加油 1 2 3 又失敗了 沒關係 失敗的人找藉口 成功的人找方法 我的方法就是 博士 趕快來幫我 博士 瓜寶怎麼了 你是幹嘛對著電視劇講話 你最近壓力很大 有一點 不過 你來了 我壓力就不大了 博士我跟你說 我的瓜寶號 想要模擬那個大峽谷比賽的場地 衝過去 可是一直被阻礙住 都衝不過去 都一直歪掉 怎麼辦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你看喔 你這裡很多沙石 模擬沙石對不對 對 這裡很多摩擦力 很多歪路 所以你是沒辦法直線前進的 你一定會承受很大的力量 然後就歪掉了 就會被阻擋住了 就上不了終點線了 對 沒辦法 其實不行啦 至少這邊要讓我成功吧 這個小實驗我們是可以來完成的 真的嗎 要怎麼完成 我這裡有一塊玻璃 對 你看我們只要把這個玻璃 鋪在它前進的路線上 對 然後我們來減少它的摩擦力 這個玻璃的摩擦力非常小 它這個車子就會沿著慣性前進 試試看 真的嗎 對 1 2 3 GO 1 2 3 GO 很棒 真的耶 成功衝過去了 是啊 那這個科學原理是什麼呢 這就是慣性定律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你看喔 這個玻璃是個光滑表力 幾乎沒有摩擦力 所以這個車子呢 在沒有外力 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下 它就會沿著它原本的前進方向 一直前進直到永遠 好 慣性定律 原來是這樣子的科學原理 大家都學會了嗎 我們Hardville實驗室 下次見囉 拜拜 那博士 你可以明天大峽谷比賽 幫我準備很大片的玻璃嗎 大峽谷可能需要好幾千萬片玻璃 才辦得到喔 那你會準備吧 我建議你先放棄那個比賽 我蓋著哪屏 你會不會嗎